然后就去录音 家人们那个录音可以证明我所有的清白 然后他后面他还在套路我 他下午就给我打电话 他问我唐总你在干嘛 然后家人们你们知道 我昨天有在爱揪吗 昨天下午我在爱揪 然后我在家号里面爱揪 他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米 然后我说借不了 我说小王 我说我现在借你钱 你觉得合适吗 他说我遇到难处了 我说你再遇到难处 我请你换位思考一下 在这个时候我借你米代表了什么 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同意的家人们给我打个正能量 然后这是他第二次套路我 你知道吗 这是他第二次套路我 因为他们也知道200块钱 正名不了什么你知道吧 他想让我第二次给他转名 我说在这个时候 我不可能给你转名 本身没有什么事 我说如果 如果你想让我帮你 等一切风平浪静之后 我可以帮你 但是现在我不能帮你 他就说我遇到什么什么什么 男事各种各种男事 我说咱们互相理解好不好 我说我现在我也遇到难处了 现在网上很多人都在攻击我 这个时候你再让我给你转名 然后而且他已经说了那一句什么 我给多少别人给双倍这样的话 然后还说他要去 他说他要去怎么怎么别人的秘密 然后我当时在视频里面 我也一直在提醒他 我说你不要这样做 你这样做是为什么的 为什么的知道吗 我说你不懂 但是我懂法 咱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我无数次的提醒他了 他依然在问我要 然后我没有给他 没有给他之后 他又继续套路我你知道吗 他说 他说堂堂我马上要开播了 你需不需要我开播的时候 替你说点什么美言几句 然后怎么怎么样 我说不用 我说你该怎么播 你就怎么播 好吧 我说你别提我就行了 你只要不黑我 我说谢谢你拜托 然后他继续套路我 他说 反正都撕破脸了 反正闹掰了 我帮你说几句话呗 怎么怎么样 他还在套路我 你知道吗 家人们你说的可恨不可恨 然后我又发了一句 我说你跟别人的恩怨 跟我没有关系 你不要把我扯进来 你直播想说什么 跟我没关系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还好我昨天留了一个心眼 我录了一个 就是我俩当时打电话的 这个视频 我放到群里面了 所有家人们 你们看到了 给唐糖打个真实 我唐糖有没有骗人 这是不是昨天的 是不是昨天的录音 如果我没有这个录音 他后来发一条说什么 唐糖给了我几千个米 然后让我去 帮他黑你怎么怎么样 会不会还有人相信我 家人们 现在你们知道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了吗 但凡我昨天没有那条视频 我今天会被黑得更惨 还好我录了那条视频 知道吗 因为我昨天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我昨天你知道吗 所以我今天下午 我一看 他们发出来 说什么 是我给了几千米 我怎么怎么样 这个事情 我马上把那个 视频甩出来 放在群里面 然后当时 叔叔阿姨们就说 唐糖你被套录了 你被套录了 你要是没有这个视频 你跳进黄河 都说不清楚了 就是这样子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家人们 那你们觉得 现在有这个视频 我能成亲了吗 我说得亲吗 还是会 因为很多人 他是看不到这个视频的 看不到的他就会 因为他可能 他只看到了 别人发的那张截图 他看 他不在我们群里面 他没有看到一张视频 所以说 他就不会相信 我说的话 你知道吗 大宝给家人们打个招呼 家人们晚上好 晚上好 还差不多甜吧 甜度够不够 我要喝热水 热水 真的太凉了 太凉了 我再加点热水 好 对 然后 本来 嗯 家人们就是 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 我不仅是被你们骂 你知道吗 我被所有人骂 大宝下午 快把我骂惨了 因为我心太软了 你知道吗 我昨天晚上辗转难眠 我在想 人家问我要200 吃饭前 可能遇到难处了 我都不给 我是不是我堂堂 这个人心太狠了 所以我才给他 转了这200 但是结果今天 所有人都在骂我 说堂堂 你是不是个傻子 你是不是个傻子 你为什么要去做 这件事情 大宝也气得要命 你知道吗 然后我妈也知道 这件事情了 包括那个 帽子叔叔 也知道这件事情了 帽子叔叔 把我骂得要命 你知道吗 然后 然后还好 我提供出来的 那个视频 你知道吗 我提供出来 那个视频 然后那个视频证明 根本就没有 我一句话 都没有让他说过 而且那200块钱 是干嘛的钱 但是你说 正常人 谁会每天打的电话 还开个 还开个 录音啊 对不对 对 你要200块 正常人也会转 因为没多少钱 你知道吗 他要是开口 要2000 两个W什么的 我可能会有 防备 你知道吗 要200 我觉得也没有多少钱 对不对 家人们帮我打播正能量 不说这个事情 然后我跟家人们说 昨天晚上怎么了 昨天 就昨天我就看到很多人说什么 是唐唐 指使了小王什么的 我就有点不舒服 你知道吧 那会我就有点心里面 有点不舒服 然后我就站起来 然后突然就眼前一黑 然后动 就摔下去了 就摔地上了 你知道吗 然后等我睁眼睛的时候 可能已经过了 一两分钟了 中间我是失忆的 昨天晚上有 应该有一两分钟 因为我那会儿 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了 然后我 行过来之后 我就在地上 然后手脚发麻 全是 全是汗 你知道吗 然后 全是汗 然后我就 我妈就赶快扶我 就是 躺下来休息 然后给我弄了那个 弄了那个蜂蜜水 红糖水什么的 然后就给我喝 我手机要掉了个什么 然后 我也怕我妈担心 然后我妈就一直在问我说 你为什么 这两天饭也不吃 叫也不睡 不是的 家人们 确实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 就是我这几天 基本上是吃不下饭的 你知道吗 一天大概就喝了两口粥 这个样子 然后昨天晚上 可能确实也是那会儿情绪 因为就像今天一样 我看到别人这样说 然后情绪一下上去的 你知道吗 本来就不舒服 然后一下一头就栽在那里了 我也不敢跟我妈妈讲这个事情 你知道吧 然后 我就大概就是说 我妈就说你之前不吃饭什么的 她说你是个铁人 你也扛不住啊 然后就在那里说 然后她问我爱不爱事 我说我不爱事 我就躺在那里休息 然后喝了什么生脉饮啊 红糖水啊 喝了不行 你知道吧 非常难受 然后到两点多的时候 然后我就撑不住了 就去加号了 然后家人们你们看啊 我到早上八点钟的时候 我在加号里面八点钟左右 然后才 才掉完水 然后回家 就人 人摔了那一下之后 还做了那个CT嘛 然后我就说 我是不是摔到头了 因为身子很麻 你知道吗 整个身子都很麻 然后拍了CT 然后抽了血 然后咽了血糖啊 然后做了B超 什么都做了 然后医生说 可能是低血糖跟低甲了 然后再加上 就是有一点焦虑 知道吗 有一点焦虑 可能就昨天这个样子了 然后大宝今天就 中午就过来了 过来 然后他来 他就 我本身没什么 你知道吗 我本身这几天 其实我都觉得我在扛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然后到他一出来 我就不行了 然后我就哇哇的哭 你知道吗 哇哇的那哭 然后 哎呀 两个人就挺难受的 他起来给我煲汤啊 中午给我做了饭 也没有时间跟家人们说话 到其实昨天我 昨天我 晕 晕倒那一下 你知道吗 其实我当时没有觉得怎么样 但是今天可能 我确实是摔到头了 家人们你知道吗 因为我头很痛 但是昨天晚上的时候 不觉得 你知道 昨天晚上确实不觉得 身上难受 然后大宝他去抱我的时候 我就说我身上很痛 然后扯开衣服 然后就是我昨天摔到背跟头了 然后背上现在全是瘀青的 所以说就是碰不了 他去抱我的时候 我身上很疼 所以我就在家里面 躺了一天 然后我就就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不疼 就今天 今天中午 今天下午开始 然后就是身上 昨天摔到的地方 就开始 很痛了 不太舒服了这样子 然后下午 所以说大宝也有一点失态 你知道吗 然后 因为他过来看我的这个状态 他 他可能也确实是有点失态了 家人们 我说了 你知道吗 就是 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 你们想知道的一些事情 你们都会知道的 你们不差这几天 知道吗 你们不差这几天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差这几天 因为我这几天的状态非常不好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 然后 我天天坐在这里 给你直播 然后在那里跟你讲 是是非非什么的 我不想 因为我现在状态 已经很不好了 也有很多家人 希望我这个时候 不要再讲话了 让我休息一段时间 因为我确实这段时间 身体出了很大的状况 然后 所以我希望大家 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当时还有 很多家人 有时候拉一个小裙什么的 我没有拉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家人 其实小裙 我拉你进去 然后 我拉你 我就要拉他 拉他还要拉他 最后小裙还是变成大裙 我想一想 没有必要 咱还是别拉了 你们说对不对 所以说我就先不拉了 就过段时间吧 有什么事情 我就跟所有的家人们 给你们一个交代就行了 对不对 你们不知道 家人们 你们 我就这么跟你讲 如果 很多事情 全都如你们所说 还有就是你们看到的 就像你们 用一张聊天记录 或者批一个图 然后就能把一个人毁掉 就这么简单 堂堂不会说 你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给我个半个月 我就一个月 我也不要 家人们 你给我个半个月 让我恢复一下 因为我现在也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要养好身体 对 过个半个月之后 我们再说 我只想从现在开始 让我跟大宝 过好我们两个的生活 知道吗 嗯 然后至于别人爱说我什么 他就去说 我不说 就相当于 我没有再跟别人去撕 知道吗 我之前 说了很多的 我不想回应 我越回应就是越撕 对不对 结果是什么 你看我现在不开拨 人家照样撕 但是我还是不要说 我越说 别人越撕的起劲 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不要再 如果你们想知道真相 你点个关注 过个十天半个月的 好不好 等我恢复了 我慢慢 我有心情了 慢慢给你们讲 我现在确实 身体 不允许 知道吗 如果玩一个抖音 要把身体都给毁进去的话 可以不玩了 但是我不玩的那一天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不能玩了 知道吗 因为我是一个很在乎脸面的人 他们知道 我这个人就是能大事化小就小 大事化小 我从来不惹事 我也从来不说任何人 知道吗 没有必要 真的没有必要 嗯 我说我跟大宝 我俩就聊聊自己的 如果你们质疑说我跟大宝的关系 那你们就可以去看 对不对 你在我直播间 我 我不要求你给我花一毛钱 家人们 有多少粉丝在唐唐直播间 是没有消费过一毛钱的 给我扣个一 我唐唐没有让你给我刷过一个棒棒糖 没有 你没有在我直播间消费过任何的 你给我扣个一 你在我直播间不用花钱 就是纯聊天 你去看 如果你都等不了 那我觉得你连我的粉丝都不配当 你就走就可以了 对吧 我不要求你在我直播间里面花钱 我直播间里面没有花钱的地方 说真的 我从来也不打PK 我也不要礼物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 我还在套路你的话 那请问我在套路你什么 嗯 我在套路你什么 我好好玩一个抖音 我不用你给我花一毛钱 你还在这说我骗你 那你别看我呀 对不对 哦 我不对 都是自愿的 对不对 而且我在直播间 确实我不要 对吧 我就咱们就聊聊天 如果你十天半个月 你都等不了 那我只能说 你别看我了 真的 真的没有必要 我话都跟你说到这儿了 如果一个月内 我常常给不了大家一个交代的话 我直接退网 我说这个话可以吗 这个乐一点 可以喝了 其实本来计划 也就是玩个一两个月就不玩了 但是你放心 我就是退网 我会把事情说清楚了 再退网的 等一等吧 如果以后有必要就说 没必要就不说了 但是我现在不想说 然后那些 质疑我跟大宝关系的 然后 我觉得你没有资格质疑 因为我跟大宝现在是很亲近的人 我们俩是最亲近的人 对不对 我现在 大宝可能只有我 在这个互联网上我也只有大宝 所以你们如果觉得 连我跟大宝的感情 你都在质疑你觉得我们两个用盐给你看的话 我觉得可能我们缘分尽了 真的 加拿门凭什么他们让我们退 我们就退啊 退就退吧 不玩就不玩 凭什么 对不对 凭什么 哎呀不想我们玩 我们就不玩 你问一下加拿门 他们同不同意 我是不同意 凭什么 没有必要 弄得都很难看 你知道吗 嗯 家人们我们以后 我还要出来做人了 我还要出来做生意呢 我在网上跟别人思来思去的 我有生意不要做了 知道吗 可能有的人不在乎 但是我堂堂很在乎 我真的很在乎名声 如果说这样搞的话 以后谁还愿意跟我做生意 有的人他觉得无所谓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很重要 对于一个女孩子的名声来说 真的很重要 大宝说我怀孕六个月了 我都怀孕六个月了 不喝了 你们可真厉害 太甜了 太甜了 你把汤热热给我喝好不好 汤已经热好了 我看一下 那你拿给我喝吧 咋了六个月了 我要真有小西瓜 昨天那一摔也摔美了 笑死了 对对方就是抓住 我是一个非常要脸面的人 知道吗 我确实是一个很要脸面的人 所以我到现在 我都不说别人 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我不说别人 别人就不会说我 我觉得人是相互的 知道吗 你不要碰到我 小心哦 不要碰到我 所以有点重 要不我拿着喝你 你拿手机好不好 你拿手机 我坐起来 你坐起来 坐起来 喝会好喝 好咸哦 好咸 我都加了很多水了 还咸 真的好咸 我加了很多水 我都加加那个矿箭水再煮一下 不可能很咸吧 我都加了一大堆了 我试一下 不咸了 咸 真不行 这哪咸 这哪咸 总不能跟喝白开水一样 一点味道都没有 嗯 真不行 你们别瞎猜了 我跟易仙东不是什么前男友 什么前女友的关系啊 别开这种玩笑了 闹笑话呢 真的很咸吗 你确定不烫的 不喝了 喝了恶心 我什么脑袋摔坏了 真的我一吃东西 我就恶心 肉吃不吃啊 估计 不吃 桂圆呢 桂圆吃一个吧 桂圆 我不吃 我只喝汤 我不吃东西 桂圆它补假的 吃一个 桂圆补假 嗯 我查过了 不吃啊 不吃啊 嗯 嗯 真的 昨天可能撞到脑袋了 真的 恶心 头晕 真不吃啊 嗯 我喝汤 那你给我加点水啊 好好 嗯 因为今天 答应大家了 你知道吗 大宝来了 给大家直播 我说我就是躺着 我今天也要给你们直播 对吧 你说话要 算数了 就像我跟你们说了 你等我半个月 我给你一个交代 我半个月 我就是爬着 我也要给你一个交代 家人们 你们就看 你不是堂堂的粉丝 就不用去说了啊 你是堂堂的粉丝 你看堂堂是不是一个 说到做到的人就行了 因为我很在乎成心 我非常在乎这个东西 我说跟你们说就说 我说今天晚上开播 我就开播 我躺着 我就是打着调频 我也会给你开播 嗯 然后说 关于这个名字的问题啊 家人们 堂堂肯定不是我的大名 嗯 谁也不会放着 自己的大名 在这里直播 堂堂是我的小名 嗯 但绝对不是因为 我为了玩网络起的这个名字 因为我的社交软件上面 都叫堂堂 还有我注册了一个商标 也叫堂堂家 这个等我回广东 我慢慢给你们拿 好不好 所以为什么 我说要过半个月 知道吗 你们你们真的都是听风都是雨 我做了CT了 他说问题不大 嗯 我觉得有点搞笑 几个大男人 再施扯一个你的 好意思吗 几个大男人 把人家搞成什么样 好意思说 哎呦 我短视 我什么 什么短视频 什么会的 什么什么会上 我还真 真的是 不要 不要顶了这个名头 是一名 是小名 家人们 我堂堂家注册了一个商标 等我回广东 给你们看一下 人家顶了这个名头 就是弘扬正能量 那堂堂家的这个名字 都已经用了 六年了吧 六年前 我们做商标的时候 就已经是堂堂家 你别插嘴 听我把话说 人家顶了这种名头 都是弘扬正能量 哪有像 他那种 接人家 各种八卦 各种七七八八的 好意思吗 他们同行看了 都觉得丢人 这下不甜了吗 不不不不咸了吧 他是味精放多了吧 我怎么觉得味道这么重啊 嗯 对 已经很淡了 就没办法了 那还喝不喝 再喝两口 再喝一口吧 嗯 对 嗯 再喝一口 没关系 他说什么都可以 喝的乌鸡汤 然后过 我说了 我说了等半个月 等我身体恢复一下 乌鸡汤加桂岩加 这个 这个叫啥呢 这叫啥呢 我还不知道 加红枣 这个挺挺补的 你去给我拿两瓶 那个黄芪 口服液给我 好不好 再喝一口 嗯 家人们我可以退网 我确实可以退网 不可以 你退我也不退 好好你不退我退 嗯 不是 昨天撞到头了 家人们 昨天晕倒了 撞 躺地上了 然后身上 背上全摔轻了 头也摔到 然后 啊 然后 打针的纸 我还没去呢 打了一晚上针 嗯 妈妈不知道 她只 觉得我这几天 心情不太好 然后昨天晚上 摔了一下 我跟她说摔得很轻 大半夜的时候 我妈妈发现我不在 你知道吗 给我打电话 那会儿不是在 加号里面输液吗 然后我妈说 你去哪了 我说那个大宝 一大早 那个飞机到 然后 我说 我回自己家了 我要去接她 然后我妈就挂了 我没有跟我妈说 老年人都年纪大了 我跟她说这些干什么 让她担心 她哪能理解 这网上 人家整的这 风风雨雨的 老年人哪能懂 这个东西 我让她操心干什么 对 这几天没有 这几天 她应该 没怎么注意 她问我 她问我 他们在撕什么 我说我看不懂 我说我不知道 我这两天 在老家 我哪里要睡着 完了 再换一瓶 换一瓶 换一瓶给我 对 然后我妈打电话给我 五点多吧 五点多 我在输液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 她说你怎么 大半夜睡着睡着 叫我人不见了 我说大宝一大早的飞机 然后我回自己家了 回自己家 然后接大宝 所以我妈不知道 我去医院 嗯 是啊 如果 他们觉得 这个流量 来源于他们 然后 要给他们的话 我可以退往 嗯 但是我 我说我要走 我要清清白白的走 体体面面的走 知道吗 你把我 搞得啥也不是了 然后 让我害怕你了 然后 我走了 我觉得我太丢人了 家人们 你们说对不对 我要走 我清清白白的走 嗯 哎呀 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 本身就是 本身就是说 我是不是卧底的一个事情 现在已经上升到 人 人 人身攻击了 对吧 什么你多少岁 有孩子 又离婚呢 又你家庭怎么样 啊 又你 又你什么 整这整那 就 就差没把你 整个人撕一遍了 嗯 我是 我是到底 得罪了你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造了多大的你 你至于这样去搞我 对吧 你想证明什么 嗯 等等吧 等我好了 好吧 是的 前段时间 可能我跟大宝过得太开心 对 如果觉得我占了平台的流量 然后 对 我现在跟大家说 我那天为什么说 阿伟是我的师傅 我回应一下 因为有一次 直播的时候 阿伟说 他说 要说从我视频里出现过的人 都应该喊我一声师傅 所以从那天开始 我就说 如果要说我有师傅 我承认我有一个师傅 叫阿伟 有印象地扣个一 我说这个话 我不知道哪里激怒了他 我想说的是 我堂堂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你说从你那里出来的人 都是你的徒弟 所以说 我就说 对 如果非要说我有个师傅 阿伟是我的师傅 家人们 我说这个话 是哪里得罪了别人吗 因为人家都说了 从人家那里出来的人 都应该喊他一声师傅 所以说 我才说 好 我承认你是我的师傅 对不对 然后结果 因为这个事情 搞得他 说 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 我很生气 那我就感觉说 你是不是误会我的意思了 是你说的 从你那里出来的人 都应该喊你声师傅 那我喊你师傅 是不是在尊重你 对不对 然后一仙东 如果你说 是不是我的师傅 跟大家说 也是我的师傅 我前两天开播 我就说了 这个互联网上 我有两个师傅 一个是阿伟 一个是一仙东 为什么呢 因为确实 不是他们两个 我没有接触过互联网 对吧 就像他说的 他带我接触 互联网的 那我确实 这两个人 都是我的师傅 那如果今天 他说他死我 只是因为 我不愿意承认 他是我师傅的话 那我愿意承认 包括阿伟也是 如果你想 要我这个徒弟 你觉得我说 我是你徒弟 是尊重你 那我就说 如果你觉得我说 你觉得我这个徒弟 很丢人 如果我说 我是你徒弟 侮辱到你了 从现在开始 我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好不好 我怕了 好不好 我认怂 我认输了 你们都是 你们想是我的师傅 就是我的师傅 不想是我的师傅 就不是我的师傅 好不好 你们说什么 我都不会回应了 好不好 我现在成了 我没有一直在骗粉丝啊 我一直都这样讲的呀 对不对 那我本来就跟他们俩认识啊 家人们我骗你们了吗 我前两天开播 不是这样说的吗 嗯 那没有他们俩 就是没有我的今天啊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跟大宝 我们两个 直播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吗 是我需要 多拿点蜜 给别人 还是 需要去拜一拜 码头 我们才可以在 抖音上直播呢 没关系 你说嘛 我觉得我能做到的 可以做到呀 可以谈呀 没有必要在平台上面 把我身体这样 真的会搞垮的 你们也知道 他们公司几百个网红 他们不说 还会有另外一个网红 随便拉出来一个网红 都可以把我给捏死 对不对 我拿什么力量 跟人家一个公司对抗呀 我认输还不行吗 我退网还不行吗 但是我说了 喜欢堂堂的 你给我半个月 时间 就算我要走 我也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也要清清白白的走 知道吗 如果是现在这样子走 粉丝们会怎么想我 会对我有多失望 知道吗 这太报道了 手下有那么多 主播就可以这样子 平台是他们的 他们想让谁播 就想让谁播 那我大宝自己出这个号 我不能播吗 平台不能让我播吗 多应官方可以看一看 能不能让我播 是不是 一大群男的欺负一个女孩子 像什么 你打着累了 你累了 我懒了 一大群男的欺负女孩子 像什么 你们要欺负欺负我 我就继续播 我就天天播 你们不要搞一个女孩子 你就来说我 来搞我就好了 对不对 一大群人 还一些大男人 天天说 你这些 你说你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要么说人家 有孩子 要么说人家四五十岁 要么说人家 这个外号 那个外号 要么说人家 什么不是什么 教师什么的 家人们等我身体养好了 回去给你们看 你们想看的那些东西 什么教师资格 什么我可以给你们看 但是我现在确实不舒服 等过段时间 我说我会给你们一个真相 愿意等的家人们 给我扣个等字 如果你不愿意 你觉得我在给你耗时间 你觉得我有必要 给你耗时间 你就直接出去就可以了 愿意等的 你等我个半个月 半个月 我这不用一个月了 我看大概半个月 我应该就能回去了 回去到时候 我跟你们讲 还反了 还怎么样啊 在抖音上 你们一手遮天 我躺一下 你躺一下吧 你休息一会儿 少说点话 是不是 大情难的 我都不想说 一开始我都不想说 为什么我现在这样子呢 看把堂堂整成什么样子 昨天都阴倒了 我本来不是这样子的 他昨天都阴倒了 然后 去家号 掉屏了 家人们 你们见过我 说别人吗 我从来 你们有没有见过我 说别人 我从来 是不是这种口气 是说别人的 我有必要装吗 我有必要装吗 我不需要装 我就明着说 他们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 不要来搞他 要搞来搞我 你大情人 一大情人 起步一个女孩子 你按到了是吗 我生气 我特别生气 堂堂现在 被搞成这样 我特别生气 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着 我刚才 家人们 我刚才看到 就是 我给唐兰 看到他身上 就是有一些 插伤 就是腿 还有后背 都有疫情 就是昨晚 昨天 就是阴倒 摔到地上的 他不是 被人家这样子 在网上这样子弄 他会情绪不好 他会精神崩溃吗 他会受成 你看他现在都 受成多少斤了 是不是 你有什么 有什么事 你可以去走 正规的途径 你去处理 是吧 你可以去处理 你在网上 对 你可以正规去处理 没问题 现在都是平等的 是不是 你可以正规去处理 你在网上 就这样子 几个 大男人家 自己搞 天天扯 天天扯 我们之前有说什么 不想回应 天天扯 天天扯 你看他那好 欺负是吧 来劲了 你怎么发脾气 没有 还什么短视频的 什么会长 好了 不要说 别发脾气 人家 人家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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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名头 人家是干嘛的 弘扬正能量 传播有用的价值 正能量 是不是 你在网上干嘛呢 说别人有孩子 说别人有这个那个了 就像什么 就像村里面的那种 长蛇妇 知道吧 丢不丢人 丢不丢人 真的 丢不丢人 一个大男人 还说 自己 认识 多大的什么 主播 多少有主播 大老板 还什么名头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的话 在网上跟 跟个啥似的 脚舌根 家人们说 对不对 同行看了 都笑了 都觉得丢人 他们同行笑了 都看了 都丢人 知道吧 他不认识我 我还不认识他呢 对不对 我只懂一个道理 咱们 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该正常走 正常 途径 这场途径 对不对 你几个大男人 是不是 去 去 去诋毁 网报这些 一个女孩子 堂堂是外表很精强 但是 内心很揉络的一个人 他被 他被人家一说 你看现在瘦成几斤了 我就跟你们说 昨天 昨晚上没出事 出事了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机器啊 出事了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幸好人没事 气死人了 对 我今天 我今天就待在 待在他这边 好好把他身体照顾好 做为一个 就是 我是不懂互联网 但是我觉得 咱们作为一个 就是 主播 是不是 这么多 大家 大家这么多人 喜欢你 咱们就 弘扬一些 正能量的事情 宣传一些 正能量的事情 是不是 家人们 天天扯这个 扯那个 咱们要传播正能量 开心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今天一看到 堂堂 家人们知道吗 我 刚见到堂堂 堂堂抱着我痛哭 哭了很久很久 为什么我今天这么生气呢 是因为我看到 他身上的伤 你们 你们要 不要想 别想着在 王抱他里面 大男人是吧 你们三 几个大男人 你可不可以 王抱我 我一个人 跟你们几个大男人 对着来 可以吧 你孩子这么脆弱 你们去搞他干什么了 他先 他这么脆弱 你去搞他干什么了 你可以来搞我 没问题 堂堂害怕 他退缩了 想退往 你可以天天来骂我 是不是 天天来骂我 我天天开播 你天天来骂我 怎么样 天天可以来骂我 该验伤会验伤的 他们为了什么 我相信有家人们 他们都懂 他们为了什么 是不是 他们为了什么 是不是 我不想太生气了 我不想太生气了 你看我平常我说话 我都很小声 我都慢吞吞的 我都结结巴巴的 我今天是真的太生气了 我平常真的 我从来不跟谁生气 别人怎么说我 怎么说 怎么样 我从来不会很生气 我从来不怎么生气 我这里看得很淡的 对什么事情看得很淡 但是你们这样子 伤害一个女孩子 伤害我喜欢的人 我就说我过不去 这个是我的底线 这个就是我的底线 我可以什么都没有 但是 我不允许你们这样子 把它搞成这样子 可以来说我 我说了 可以来说我 我还要喝蜂蜜水 还要喝 那我去懂 家人们没事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退缩了什么的 你知道吗 我不是退缩了什么的 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允许 知道吧 没有必要下坡 家人们没有加粉丝灯牌的 加粉丝灯牌 因为我确实 这个因为 这么点事情 然后把自己身体搞垮了 然后我感觉 很不值得 知道吗 然后还有就是 你 就是 事情 其实大宝都知道 大宝就是嘴巴 有点笨 你知道吧 他是不会讲 还有一些东西 我们不能讲 我给大家说了很多次了 有些事情 我们不能讲 不管是律师 帽子 叔叔都不允许我们讲 所以我说 你们给我们一点时间 不要整太甜哦 哦 嗯 然后 如果说 暂时退网 然后可以去躲避 这些东西的话 我把身体养好 也没有什么 对不对 今天确实 大宝有点失态了 然后下午还跑去 给别人连麦什么的 很多人说 你看 堂堂都跑了 不敢说 不是的 家人们 因为我确实 现在不敢生气 咱们 咱们真的 不是怕谁 或者是被别人 拿捏了什么的 不是的 确实我现在 不能生气 嗯 对 然后大家 别乱想啊 你们放心 就是 你支持堂堂 喜欢堂堂的家人 我早晚会给你们一个 脚带的 对 我瘦了很多 瘦了六七斤了吧 这几天 对 这几天 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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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